全岛30个小贩中心将在下个月成立小贩数码化支援小组 协助摊贩使用线上平台提升数码能力 而另外14个小贩中心也将实行共同订餐商业模式 为摊贩带来更多便利 记者陈运儿报道 由基层的数码大使组成的小贩数码支援小组 将协助30个小贩中心创建专属Facebook页面 并在区内寻找新的团购客源 文理书食中心是其中一个参与计划的小贩中心 在72个摊位中 七成的摊主愿意加入线上平台 当局也同四家网络送餐平台合作 在14个小贩中心实行共同订餐商业模式 在新模式下 小贩不必支付用金 就能通过YQ应用 接到各个参与平台的订单 现场也将有一名管理员 协助不熟悉科技的小贩接受网上订单 这是政府今年6月成立协助小贩采用线上订餐平台的 新加坡群策群力行动联盟所推出的各项计划 从6月至今 首次加入网上送餐和订餐的小贩 共有660名